拍卖收藏有诀窍 这些要请您看拍宝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拍宝节目 拍宝节目是由中华老字号 茂龙独家冠名播出 好 那么这个时间真快啊 转眼就到了 你看2020年的2月份了 那么在今天的拍宝中啊 将给您继续介绍艺术品的知识 那么也带来更多欢乐 那么今天请的见场家 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 著名的古陶瓷见场家范海洋老师 大家好 我是范海洋 然后呢又跟咱们藏有见面了 谢谢大家 我们看这范老师啊 这个长发飘飘酒量好啊 关键眼力特别好啊 学识很高 那么感谢范老师 今天来到拍宝中 为咱们广大藏有来服务 那咱们看一看啊 待会有什么好的宝物出现 那别着急 先看看门口那位啊 好 李然李半章 先替您啊 给大家伙先掌握眼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 又和您见面了 咱们呢是闲片勾开呀 见定当先 这位大叔您好啊 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 这个咱们这是 我终于见上您了 咱们这个是先在文明礼节 是吧 哎 见面不能握手 然后呢 咱们碰胳膊 哎 这位大叔您带来这么一个罐子呀 这是青花的是吧 对青花瓷 青花这叫蝉枝啊 青花蝉枝人头罐 哦 这个是您家里面的吧 家里面的 家里头的 传了好些辈了吧 这有几十年了吗 哦 几十年呀 我小时候就有这个 啊 打您记事就在家里头 对对对 家里头您搁在家里是一直就当个沉舍器呀 还是当个食用器呀 一直在放花 哦 放花 一直拿它当个这个花叉是吧 对对对 真真 哎呀 您这个雅致一看您 因为中国呀 四大雅士 哎 闻香啊 挂花 抚琴 插花啊 嗯 压大咒的最后一项就是插花 哦对 您都插什么花啊 就是这个那什么 多肉 哎呀 就是随便插花 多肉 就是 多肉插得了这里头吗 不是 这牡丹什么的花都是假的啊 都插里边搁在冰箱上 啊 你拿它当回这儿 真好看啊 是 这青花罐子呀 就特别的雅致 上面一插点鲜花啊 你看它好看 是吧 鲜花就得插这个青花罐里头 是吧 鲜花不能插在牛粪上啊 虽然那上面挺营养的啊 哎 咱看看啊 这罐子还真好啊 嗯 有人说这怎么没盖的呀 哎 这个 就没盖 为什么 因为您看 它这个口言处啊 上着柚呢 因为这个 一上柚它滑 你再有一盖啊 那盖容易掉 滑掉了就摔坏了 所以这个呢 只要一上柚呢 本身就不带盖啊 哎 紧皮靓柚 真好 嗯 您看 谢谢 这底下啊 漏胎之处 洁白细腻硬朗啊 上手呢 这份量也好 青花发色也好 您要叫我瞧这个呀 青带中漆的 啊 谢谢 青中漆的这么一个小罐啊 这就过去来讲啊 实用器 既可以啊 装点东西 又可以当个百事 嗯 这么一件东西 也都是大户人家里头的 起码是殷师之家 小康之家才有的啊 谢谢 这这也不是平头百姓 嗯 有的 小康之家 所以这东西挺好的 市场价格呀 您要叫我看呢 这嗯 有心理预期吗 没有 没有心理预期 嗯 市市市市价格 我个人认为呀 8000到1万吧 好不好啊 8000到1万 谢谢 因为这毕竟呢 是个 嗯 民谣的东西 民谣的东西啊 嗯 再者说呀 当初家里头 这样的罐子 还有很多啊 家里头一共有 16000多个 这个市场价格 8000到1万 好不好 谢谢 对吧 给您来个红包 谢谢 谢谢 欢迎您再来 哎 好 那么回到演播室啊 我们今天的鉴定 开始之前呢 还是介绍 我们的拍宝小程序 拍宝的公众号 我们会在线上 为您提供更多的服务 我们开始介绍 有请第一位持宝人 来 有请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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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哎呦 您太客气了 您好 您好 好 您好 来 快请坐 您好 这离远了 一看 这就带着一种温润的光泽 是不是范老师 对对对 这是您 家里边流淡 对 干嘛时以前家里 就放了花 就放花 对 您家有品味 这以前的家里头 要不搁点 选鸡蛋 要不搁点这个 食用的东西 人家插花 插花 那到底怎么样 咱们听听范老师 实际上 刚才您说这插花吧 实际上呢 我们常见到的插花了 比如说这种花菇啊 或者煤瓶插花 但是呢 这种口大的 实际上也有一种插花 叫什么呢 叫花囊 花囊 我们说煤花啊 或者花菇呢 插一只两只 那么要一束花 插在一个管口里 也就大口的 这叫什么 叫花囊 当然说了 咱们这不能叫花囊 咱们这是叫一个罐子 而且呢 这个叫人头罐 这个呢 是一个青花 蝉织莲 一个这个罐子 但是这种蝉织莲呢 有些藏有的 叫钩莲 钩莲 这种钩莲呢 实际上 它的年代呢 一般清 倒光以后 才出现的 早期呢 全是蝉织莲 这个是一个 东西非常开门的一个 中晚期的一个罐子 你说这是比较 淡苗的味 这个就是绘画呀 我们说 这个青花呢 最好的呢 我还是喜欢 康熙时期的 这种康熙时期 它用的这种村法 叫腐皮村 但是这个呢 我们看 它是用这种线条啊 用这种线条啊 一点一点来勾勒的 我们把这叫淡苗 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成什么呢 宫笔 淡苗跟宫笔 有相似之处 对 那大概您看 这样的一个勾连 也叫这个青花 这个淡苗啊 这么一支青花的罐子 大概是什么年头的 这个呢 我们一般就是说 清中晚期 因为民谣呢 我们看看啊 它没有明确的纪念款 但是我们呢 就说只能说家道 或者是这个 道光以后的 中晚期的 因为本身呢 老了就行 从中期到晚期 一直有这种文士 没错 但是呢 从这种气形上 我还偏向于中期 中期 为什么呢 因为到晚期呢 它第一是沙口味 第二 它这种腹部呢 就饱满一点了 而且这画得也很精细 很精致 另外呢 我们看这个 你看 这个老东西呢 它这个胎语又是结合处呢 会出现一个淡淡的浑水红 这个也是一个 鉴定老子的一个特点 那么像这一支 还带点唇口 你看 是吧 带点唇口 那么这样一支 民谣的青花罐 您看看市场价格怎么样 这个我刚才看了 虽然说是一个民谣 但是呢 它完完整整 所以价格呢 也是有一定的相当的价格 因为我们瓷器呢 就说什么呢 说奔三冲七 残不缺手 十分之一 但是这个完整的 十三 就磕了一小奔 是百分之三十 是吧 有一道冲五条线 因为好多观众不知道 那这是百分之七十 对 残不缺手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了 在这呢 一般的市场 参考一下 大约在五千左右 五千元 因为还是相对比较普通的民谣 好吗 好 那么 清代中期的 青花这么一支 带幼的 这么一个罐子 我们将给您双份的 宝物奖励基金 谢谢 祝贺您 好 祝贺您 谢谢 好 您好好保存 非常保存 好 范老师 我觉得这种罐子 二年前没有做假的 但是今天 您要在市场上看 好多是假的 而且这假的 现在做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说呢 我们藏友呢 也是跟这 也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呢 一定多看老的食物 多看我们拍宝 这样呢 我们对照的形式 来比较 没错 实际上最多我们古玩 叫什么呢 时代特征 没错 那刚才这支罐子 开门 这就是一个标准字 这位大爷 您好 您好 大爷真漂亮 戴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 穿这毛衣也好看 您戴什么来了 我戴了一个杯 碗 行 我看我看我看 这个是您家里面 喝水用的 那个也没用 也没用 这是先生买的 是没用 因为我看里面 这都还贴着这个 这是编号呢 是吧 是 好 看来是咱家大叔 比较喜欢收藏 是 他喜欢 那买这些个东西的钱 都是他自己的 还是您 给他这个审批过的呀 家里的 我们也不管 都一块花 都一块花 哎呦好几万呢 说买就买 我还回来 我还埋怨他呢 您还有些抱怨 对 我说这是什么呀 值不值这钱 您就给买回来了 那他是怎么回答您的呢 他讲我喜欢 喜欢 他就买了 是 后来我冒了好几天矛盾还 有一阵的那个朋友 他上我们家串门来的 跟这我不跟他闹点矛盾吗 朋友过来串门来了 朋友上您家串门来了 然后您跟您家 我跟他说这个事来着 我跟他说这个小碑的事来着 我挺喜欢 他就拿走 我玩几天吧 他就拿走了 然后过了一阵呢 他又回来 又上我们家来了 就把他还回来了 掉包了吧 我不知道 后来我左看右看 我想怎么有点不太像 我跟你我先生 有点不太像 你那买的东西 就是那个 后来我说怎么也不太像 我说那标签也不太像 这么着呢 我说我来这儿来鉴定鉴定了 明白了 看到底是怎么意思 您来这儿主要就是破案这个 是吧 没关系 没关系 咱看看 不是花几万块钱买的吗 咱看看这只值不值几万块钱 如果要值几万块钱呢 它掉包也没事 要不值呢 咱就得找他去 是吧 行 好 咱看看 哎呦还真好啊 这个 这个 是一个小杯子 青花的 乍一看 您看这青花发色 以为是乾隆的 但是一看 底下写这款 六字传书款 叫做大清光绪粘制 如果没这款 这就是乾隆的 又这款 这就是光绪的了 所以您看看 能不能拿八四 把这个款 咱不成给洗下去 因为光绪和乾隆 差不少钱呢 这画的是真好 很温润的 这么一个小杯子 这个 您要叫我看 这个呢 官瑶 您知道 官瑶就是皇上式的东西 但是啊 这个呢 大清光绪粘制 这几个字啊 写的稍微软了点 但是呢 也保不惜呀 您比方说 就是那天呀 画官瑶 这个瓷器的那位 画匠画师 身体小样 不太舒服 所以呢 他写字呢 稍微就这么弱了一点 但是整体来看呀 这个气息呀 我们认为呢 还是 这个应该是官瑶的 还是不错的 真是不错 这小杯子 挺好的 这不叫做官瑶呢 几万块钱呀 不为过 应该呢 向您表示祝贺 这位大人 给您来上一枚红包 欢迎您再来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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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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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请坐 带了一个 这算一个小杯子小宝 对 这当时是怎么着 这是先生买的 给别人玩 拿走了 那个先生买回来的 完了以后 好几万的这个 完了别的朋友 喜欢拿走了 完了又拿回来 过一段 说挺好的 我回来以后 我觉得 总有点不太像 原来那个似的 我就觉得 有点含糊 有点含糊 我怎么能 签也有点不对 后来我说 这回来 把人家见见 好 咱们看看这物件 是不是还是那老的 还是那只 不是 来 又去饭了 首先呢 您别担心 这是一个真的 没给您换成假的 没有 这是真的 虽然说气形小吧 但是小气大人 照着一放 你看 特别这种稳的 无论从气形 从它的这种 幼水 还有化工 都是就是特别的 这精细 而且最重要的 还是一个 清晚期光绪观摇 还是不错的 对 好几万百的 你想想 您知道这种青花 这种花卉 叫什么花卉吗 不太懂 青花 这个花呢 实际上我们以往 说叫缠织莲 这个不是缠织莲 这叫什么呢 这叫宝像花 头几年 您听说过 吉祥三宝吗 它是其中一个宝 宝像花 摇钱树 聚宝盆 所以说这个是 吉祥三宝的一个宝 这个底款呢 我们看看啊 这个六字 楷书 清花款 大清 光绪年制 这个写的呢 应该算 同等的官摇 写的质量还可以的 因为 跟大家在这 得说些什么呢 就是说 同样都是官摇 它的写款都不一样 比方说 光绪官摇啊 至少有十三种以上 有早期 中期 晚期 因为当时写这个 官摇款呢 它不是一个人写的 所以这个呢 写的应该是 它光绪十年以后的 中期作品 因为光绪嘛 执政三十四年 没错 所以它是十年以后的写款 写的呢 这种啊 解体呢 就感觉有点飘逸 但是呢 也是一个官摇 而且还有一个 您听说过 鸡缸杯吗 没有 我们说这个 鸡缸杯 成化时期 倒彩鸡缸杯 也跟这杯子一样 都是卧族的 卧族 它没有族墙 没有圈族 往里边这个 抠进去 凹进去 所以我们叫卧族杯 这种卧族杯呢 比这有圈族的 高一个档 这个制式更受藏阳血案 对 非常好的一个 清光绪 观摇 卧族 这个宝相化为小杯 那么这支杯子 市场价格怎么样 范老师 市场价格有两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 第一 为什么两个说法呢 如果说这个杯子里边 不带这种 文物公司的枯出签 那可能在五万 这个给它加分了 至少是大几万 八万左右 买着了 买着了 因为确实现在 好多人都喜欢 文物公司的这种藏品 流产有序 加上这个很开门 对 所以往往在市场 价格会更高一点 所以你家的人 当年会买 会买 没问题 那么清代的 观摇词记是真的 得给您双份的 宝物奖励基金 祝贺年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大家现在收看呢 是由中华老字号 冒龙独家冠名播出的 拍宝节目 那么大家好好看款 您看这支款 实际上 要如果说写的 不是那么一笔一块 那么正 但是带有书法的味道 咱们市场上呢 有很多瓷器的款写的呢 您要一看啊 非常横平竖直的 我们叫板 电脑打出来的 那些呢 没有一个书法的功力 您看着很规矩 但是特别死板 这样的款 您反而要注意 也打有 这位大叔您好啊 您好 您好 哎呦 大叔那眉毛够长的呀 好家伙 我特别爱看你节目 今天必须见着你 哎呦 大叔您啊 真是啊 一脸的福气 满面的红光 还有这个 良染这个长寿眉 您带来的 我带来的 真好 这是我们家里留下的一个物件 听我父亲说 像当年我爷爷跟张打迁认识 哦 张打迁有一幅 有那个 十二花神那个画 有一作品 有一个 据说是《甲子连城》 那个 据说我 听我父亲讲 是照着这个 笔戏画的 照着这个画的 这笔戏上画的也是 十二花神 十二个侍女 是吧 您瞧瞧 这多好看啊 您看这侍女 还长胡子呢 不是 这是跟侍女说话的 另外一个老神仙 是吧 哦 十二个女同志 这是十二个画片的 每个画片 其实都是一个戏出 都是一出故事 这笔戏真好 咱们呀 说这个张打迁先生 是不是照这个画的 咱们呢 无法论证 是个说法 咱那个呢 先不考虑 咱单说这支笔戏 真好 您看没有 古丁文 古丁文的这么一支 笔戏 上面这画片呢 是粉彩 画的人物呢 是栩栩如生 动作 您看 这姿态多好啊 而且这个颜色 也是非常的漂亮 光绪的 光绪本朝的 这么一支精品的 这么一支笔戏 我想呢 在当年呢 张大千先生 很有可能 就是参照这个画的 甚至于当时画的时候呢 可能还拿他涮笔来的 所以这个呢 很珍贵 很珍贵 市场价格呢 我个人认为 这得大几万块钱吧 如果要真是 当年张大千先生 画的那十二花神 那十二个侍女 要真是参照这个画的 那我觉得这个呀 比起肯定还得加分不少 行 这个挺好的 这个 是老的 没问题 清代光绪 本朝的 给您来一个红包 谢谢您 您好 您好 您快请坐 这这这十八仁说特别值钱 特别值钱 为什么呢 说这跟那个谁 那大画家张大千 对 有关系 说张大千说有一个画 叫十二花神 我知道图卷啊 那个中国的国宝也算 那肯定是 说照这画的 是什么意思吗 听我父亲说 是当年我爷爷 我跟张大千认识 说是张大千 照了这个画的 十二花神 给他拿这 当他创意 哎呦 这可了不得了 他这个价钱都贵了 那咱得看看 这怎么回事 听听范老师的 这件我看了看 东西没问题 我看第一块上 写着一个 大清道光年制 六字传书块 但是不是官邀 这个叫 纪年块 这个不是官邀 纪年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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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绘画的是 粉彩啊 十二花神 而且我刚才数了数 这个十二花神呢 怎么出现了 十四个人 最后我又看了看 这最后两个人物啊 我们说叫 和和二仙 非常这个美好的寓意 那么这种十二花神呢 实际上 它是对应的 这种十二个月的花 你比如说 这个 开始包花名 棉花 杏花 桃花 牡丹 石榴 莲花 葵花 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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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仙 水仙 这个是十二花神 但十二花神呢 我们古时候呢 实际上有十二个女花神 也有十二个男花神 你比如说这个十二个男花神嘛 其中呢 这个一月这个梅花 它是这个对应的 是叫什么呢 叫林布 也是一个宋代的一个诗人 那么十二月呢 水仙 对应的什么呢 屈原 屈原 屈原是男花神的水仙的代表 对 实际上呢 我们知道什么周敦一 矮园呀 其实我们姓范的呀 也有一个花神 换您说说 我真不知道啊 十二月的芙蓉 芙蓉 范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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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的 南宋 这个诗人 另外还是一个名臣 嘿那行了 以后我见您叫芙蓉哥哥嘛 长知识 芙蓉哥哥 好 那么这是刚才范老师讲了一下 这个花神的特点由来 以前的传说 这个花神杯的花神是一样的吗 跟一样的 一样的 它这个什么呢 就是画的 因为十二花神杯呢 它是画的对应的这种花 但是没有人物 对 这都是神仙画 对 都是神仙 您看多好 是吧 而且我看了看 这还是一个线条的古丁席 这种古丁席 应该说 您过去也是一大家 为什么呢 它画的特别精美 说后来有人问我 说经常为什么说 这个文房器就画的那么精美 因为过去文人雅士 它这个为了陶冶这个情操 你看啊 它这个研磨的时候 必须找一漂亮的小伙 给它燃香的时候呢 也得找一个什么呢 漂亮的女子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瑞衣捧艳 催蹄卷 红袖天香 也读书 所以说文房器都特别精美 您这件是一个清中期道光的民谣精品 那是不是道光的本年的呢 本年的 道光本年 但是不是官窑 它是个纪念环 不是那种官窑的道光的官窑环 那么这只非常细路的 画的也好的十二花神 加上和和二千 对 是吧 那么这只古丁的 那么它们一只文房的比起 您看看 这个市场价格 市场参考价 三十五万元 所以这是个民谣词迹 您要说是不是跟张大千有关系 咱不得而知了 咱们也不管那个 就单说这一件 是有三万到五万元 三万到五万 以上的市场价值 好像不是很满意 觉得值钱得值得还一 因为它终究还是个民谣词迹 我觉得三万到五万元啊 范老师可能都说的保守了 因为这么一个右光也好 画的也好 辞职也细腻的 我觉得它算民谣精品了 好吗 能干嘛使呢 你看古为君勇 现在给我得整个事 双份的保护奖励基金 祝贺您 祝贺您 我觉得现在好多藏友啊 一出门啊 就奔官邀去 对 是吧 范老师当官邀啊 但是官邀呢 这样是说实在的啊 不是一般藏友 一开始就能涉及到的 您要这样的民谣词器 我觉得开门好认 而且也精致 我觉得也可以在您的 收藏范围之内 而且我觉得价格呢 也跟市场碰也能合理 对 慢慢开始 您再越走 这位小妹妹您好啊 您好老师 您好 别叫老师 叫我小李就行 叫小李就行 打哪来呀 我北京 北京 北京人 小北京人 小北京人 哎呀 这是您带来的 对 是受朋友委托 哦 朋友的东西 对 真好啊这个 是吧 这画的是三星人 福禄寿三星嘛 您朋友来之前跟您说 这个什么年代 大概期值多少钱了吗 大概期就几万 几万块钱是吧 您朋友买的 对对 这个呀 好些人认为这是一个大鼻 大鼻洗 或者认为这是一大鼻桶 对 不对 这个实际是个炉 是个炉 他说那个鼻洗底也有 也有这么一圈 但是这个呢 从造型上看呀 这应该是一个大香炉 这个大香炉啊 可并不是平时啊 就使用的 是赶上逢天过节 家里有个喜庆的事 正好这是三星人嘛 福禄寿我们都在 然后拿它呢 这个燃上这么一炉香 然后认为呢 可以和上天呀 达到一种沟通 更好的起伏 这个是个老的 老东西 老的 那太好了 老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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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东西这词不好听 老物件 这个 那天我一说 我上我们楼里张大那 说买一东西 我给搞一下鉴定 我说您这是老东西 张大直瞪我 说你说谁呢 我说啊 我说是老物件 这个呢 如果没看错的话 我个人认为呀 这应该是 同志吧 同志 同志年间的 碟有款咱看看啊 大清 同志年制 是吧 是吧 看不太清楚 看不太清 太好了 所以请教一下老师 幸亏看不清楚 一会一看清楚 光绪年制 大清 我认为这就是同志 清中期吧 清中晚期 中晚期的 真好画的 老寿星拿一大寿桃 这俩人说 你这个寿桃 好吃吗 然后这个 中天这个说 你怎么那么馋呀 然后老寿星说 没事没事 你们可以尝尝 它这是有一个故事的 挺好的 市场价格呀 三到五万吧 大概其是这么个情况 好吧 给您来个红包 谢谢 表示祝贺 谢谢 好嘞 你好 来 老师好 老师吧 您 是 您看 您这带着这种书卷器 谢谢 您跟他要拿那笔器 更合适 这个 这是 您认为是个什么物件 什么器型 我认为它是一个笔筒 高 笔筒 实在是高 来 还是听听三老师的吧 对 您认为是笔筒 是里边没有眼 是吧 是 那有眼呢 花盆 对 对 你看就太明白了 但是您知道这个彩 是什么彩吗 我看像是粉彩 好吧 这块听我来说吧 好 听老师的 实际上这个彩呢 它应该非常高级 它是一个浅将彩 浅将彩呢 它一般在咸丰七年 到民国十四年 先后呢 创建了七十年左右 那么这浅将彩呢 也称为名人画 它是用简单的花青 和纸实 淡淡的去描绘一下 而且呢 它有一个这个文人画的气息 那么浅将彩呢 有些呢 名家画的 你看啊 它这虽然说不落本 但是我看绘画呢 非常精细 你像我们很多浅将彩 全是当时的什么呢 玉瑶画师 是 你像创建了浅将彩 当时成门 成门 王少为 金敏卿 对 这些 都曾经做过官瑶这些人 对 做官瑶瓷器 所以这件呢 应该是一个清代晚期的 清代晚期 里面有个款 这个真实寄托款 写的是乾隆 我们看来啊 这个写着 大清乾隆年制 这种款呢 不是乾隆本朝的 我们把这款呢 也不叫造假 当时叫寄托款 也就是在晚清的时候呢 为了寄托乾隆这种感觉 它故意写着乾隆年制 是一只清代晚期的 那到底是什么气形吗 咱跟这老师也提一下 实际上这个呢 不是大笔筒 为什么呢 你想啊 这要放笔得差多少啊 这个是一个香毒 大香毒 那么在市场上 有把这当成笔筒了 也有当成花盆套盆的 但它这种知识 更是一个 比如逢年过节洗净的时候 这么一个香毒 因为浮禄瘦 那么这一只清代晚期的浅降彩 浮禄瘦的 这么一只 野民谣是吧 民谣精品 那么市场价格怎么样 范老师 这个比往往啊 就跟我给您铺的价格啊 是比那个粉彩的价格要高 因为它充满着文人气息嘛 所以现在这个 应该说在五万左右 五万元左右 米谣啊 好 那么祝贺 因为是清代时期的浅降彩的瓷器 我们给您双份的保物奖励基金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好 谢谢您 好 保护好 好 慢点 好 您看啊 这个新年之后 咱们这个啊 都万象更新 但是词记都是老的 为什么 保物奖励基金全发出去了 是 每一件都是老的 那么再发一份 给今天拿来保物最好的仓友 行 您说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 清光绪官窑 清花卧族碑 那件东西是标准的官窑制式 而且是官窑器 好 祝贺那位女仓友 那么开报节目 在周末的晚上 带来知识 带来快乐 那么带来更多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首播时间 是每周六日晚上 都是新节目 那么首播时间 来 范老师介绍一下 8点40 晚上8点40 咱们下期拍照见